再来看一下 好 这是直的 那卷完以后是椭圆形 我们要怎样让它变成兔子的耳朵呢 来 我们要把这边捏尖 捏尖的时候重要的手法出现 不要直接捏 直接捏会怎样 爆开 什么叫爆开 来 我们做一个示范 你看哦 我没有上下保护它 我们直接这样捏 用力 哇 弹出来了 这就称之为爆开 好 那我们放旁边 所以在我们捏尖的过程当中 来 要上下压住保护它 它就不会弹走了 然后用力的捏 捏一头 让它变成尖的 所以捏完以后会变成这样子的形状 好 变成这样子的形状之后呢 我们再轻轻的把它推一点点 轻轻的推一点点就好了哦 来 看一下它侧面 你看 其实我推的很少 很薄 很少 很浅 不要推很深 很多人看到兔子的耳朵 往来看 这么的深 所以一开始就要把它推很深 其实并不对 这样你等下制作很容易失败 我们推的很浅 浅浅的 好 这时候要干嘛 上白胶 白胶不要省 把所有的缝隙填满 薄薄的全部涂满 我们要利用白胶干 快要干掉的时候 的粘性再把它压伸 这样它才不容易变形 而且形状会变得很漂亮 好 把所有的缝隙都要填满 好 像这样 这个时候呢 要做什么 就是把它放在旁边 等它慢慢的快要干 继续做下一只耳朵 那我们要等它到什么时候呢 差不多像这样子的时候 大概等个五到十 差不多抓五到十分钟 那当然是每个地方的 区域的气候有关系 如果你今天在冷气房 它可能干的会比较快 那如果你今天在下雨天的窗边 它当然干的会比较慢 那像我的话 我就是稍微摸 它不会粘手了 可是又没有全干 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 这时候再来加工 好 那我们要怎样 让它变成这种兔子生生的耳朵呢 因为它现在快要干快要干了 所以它有一定的黏度 你就不用担心它会跑出去 好 这个时候就这样 看哦 登登 对 这样子压 好 没有 它就有深度了 这就是这种耳朵的由来 好 就是这样 然后你再稍微让它形状漂亮一点 好 就这样 这样兔子耳朵就完成了 这时候呢 就放着让它干到全干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今天 我告诉大家兔子耳朵做法 那到时候如果耳朵 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呢 那到时候再请大家问我咯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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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